现在我们来拍一个作品的小视频 这是一个富豪钢胶的苹果五代 目前这台机支持上目前市场上所有的机型 无论是三星苹果OPPO小米都可以做 把它放到模具的位置 那个位置里面去 然后我们稍后再放一块盖板 放上去 注意轻轻的往下放 不用点 其实它已经粘合了 再倒扣过来 我们现在再把门打开 我们放上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一块 其实上面没有粘到的 OK 然后注意避开这个排线 大概就在这个地方对齐 你看红色硅胶跟盖板这一块 好OK 我们把屏放进去 然后把它按启动按钮 我现在是模式一 这边可以看到 灯控度在慢慢上升 我现在是在这一块 我现在在这边 我喜欢你 你没有提起来 我这个里面 我这个地方 你没有想到 你自己去 我这个地方 没有想到 可以看到这个丫头也应该慢慢下压了 在压合12秒之后呢 就可以拿出来进出炮机了 好 现在已经压好了 升空度在缓慢下降 到升空度为零的时候就可以打开枪门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砍压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上面都是有炮的 挺大的一个炮 这个炮通过除炮机就可以除得掉 我们再把它放进除炮机里面去 然后我们等一下看一边除炮 记得一定要按开这个红色 当气压表为零的时候才应该打开 然后再把这个瓶放进去 好 为了显示这台机器的特性 我们等一下一边压瓶一边除炮 除的效果是一样的 再把它关掉 这个时候 温度是40度 温度是40度 我们可以调节 比如说调到30度的冷锅 然后重复我们可以拖泡的时间 完全可以用来做另外一块瓶 而且里面一定可以拖9个 拖泡的时间是它不会自动开门 我们要通过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是 现在是零 它只要你把它关好门 它就开始计时 然后到你自己看一般的话是6到9分钟 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然后趁着这个拖泡的时间 我们来再做一块瓶 其实如果正常做的时候 你可以完全可以一次性压两个 不需要像现在这样的一次性压一个 当然像大瓶9200就只能压一个 轻轻盖上 轻轻盖上 一边不怕我一边压平 好 这个时候就是要等待 你拿 我来放这边上面 你上面拿好 嗯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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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它又在下压了 然后这边就是一边在除炮 我们要等现在已经除了两分钟 好 这一块是刚刚压出来的 然后再拿一块 不过这块不放进去 好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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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上我家的下午就来了 我家的下午就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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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